让我们将视角再一次拉到老挝的土北过 来看一下当地的这些艰难的滑稀卡车 从路边捡起的这个船洞中 你们就应该知道这里有多艰难 可能是前方发生了什么状况 导致今天这里发生了拥堵 而有些司机论插队 才是导致拥堵的最回货手 一些热心肠的司机正在组织卡车倒退 以便更快恢复道路畅通 可以看到这里跑的大卡车 几乎清一色都是国产车 而这里却是在老挝 在土匪坡的边上 就是一处发生过滑坡的卷崖 看起来很危险 实际非常不安全 然而这个地方的车流量却非常的大 当老哥一路往前走 他发现了地上一阶段调的传动轴 这或许是前面弯道上那辆挂车的 可想而知他在这里经历了什么 等另外一边的车疏通的差不多了 后面的产车开始发力了 一辆不知道拉了多少轮的重骑卡车 无法爬上这个坡 只能是求助那台铲车 然而这个坡并不好上 即便是铲车拉 也是没能将它拉上来 也不知道这是拉了多少吨 随后那辆重骑 只能暂时先跪下来 而那辆铲车 却已经开始了下一单的生意 这次拉的将是一辆JH6 不知道能不能将它给拉上去 由于这里的路况实在太糟糕 后面的卡车直接是烟尘半天 足以见的就算是有铲车帮忙拉 司机也是不敢有思考大意 要不然就可能前行进气 不过还好 这辆车最终还是被拖了上去 随后后面又单独上来了一辆车 不出意外也是一辆国产卡车 果然是刚才下面的那辆江淮 看它的动力还是可以的 没有请拖车的情况下就上来了 你们也听到了 刚才一位国内的卡车在抱怨 说老沃这个路实在太烂了 这边一辆前四后八的自卸车 也是很艰难地爬了上来 这时候第一辆没能上来的重计 这时候又开始尝试了 还是那辆铲车帮忙来 如果这次还上不来 那可能今天真的要被困这里了 而那辆车应该就是刚才说话的 那位国内卡友的车 结果这还是上不来啊 这真的就有点难搞了 我说下次还是少拉一点 这个路不好走啊 最后我们来第一视角 看另外一辆动气好握冲波 看看能不能上去呢 有点艰难有点艰难啊 在这个位置速度变得很慢了 而从方向盘的右侧可以看到 这台车是有三把锁的 但面对老窝土水泊 却依旧只能在这里吃灰 真的是上不去啊 就没有人家更加锁的 我们下定谈争 谢谢大家 在这篇听 我们下定下来 考过它的 我们下定 就有了